我身邊的嘉賓是我們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哲樂在旁邊的Arno 你好 鄭姐姐 你好 我們等家庭觀眾打來之前 我們不如跟進email方面的情況 收到一位家庭觀眾叫Wiki Wong 這位家庭觀眾 想問兩隻股份 第一隻想問Arno 編號1313 看到股價方面 環水泥最新跌五仙到4.91 這隻來說還未有貨 問環水泥方面 未來南海發展及城鎮化 對環水泥方面會否有甚麼幫助 怎樣分析這股份 其實看水泥股 講基本因素 未來政策都陸續放在城鎮化 甚至一些基建投資未來會增加 這方面是能夠帶動水泥的需求上升 但留意整體現言一些報告都指出 城鎮化整體現言對整體整個水泥的需求 未必真的有太大的刺激作用 因為第一本身 內地本身一直都是進行城鎮化等等的活動 未來只是加快城鎮化的步伐 整體現言對水泥的需求 有一個輕微的幫助 水泥行業面對著最大的問題 始終都是產能過剩 都令到水泥價格持續下跌所影響 但是看一些大型的水泥企業發佈的業績等等 其實內地的第四季開始 水泥價格的跌勢都有一個存定的跡象 看到水泥行業整個特別大型的 毛利率仍然有20%左右 前景我自己看 未來來說 我相信盈利增長是有機會放緩 但我真的在估值上也反映到七七八八 未來的基建投資等等的政策 都會繼續扶持水泥股 後事來說我自己看的 的確未算太過差 看回華盈水泥股價技術走勢 目前來說股價都是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看回之前的低位 是4.75%左右的水平 如果不跌穿4.75% 我自己看後事是有條件可以進一步反彈的 但是比較關鍵的阻礙位 可能看回華盈水平頂部5.1% 以一日未升穿5.1% 或是未跌穿4.75% 我相信仍然是一個整固代變的格局 好 先看另一隻股份 這位家庭觀眾想問的 就是恆大地產編號3333 同樣地都未有貨 想問買入價 另外他也留意到 國內對打擊地產方面 那個打壓主要都是針對二手買賣 問一下Arno 之前看到恆大都配了股 他問一下會不會跌到三個半左右水平 即三個半左右水平都有一個支持位 在甚麼時機去買就是一個好的主意 看回恆大地產 其實見到今天的股價都進一步跌穿3.5% 內房股我自己看回 短期來說仍然是有一個調控壓力在 因為其實看回新出的政策 對於整個樓宇的銷售 是有個打擊在 但其實見到近期來講內地 始終見到二手交投 在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交投量 或者交投熱度仍然是非常之高的 始終都反映著一個防大的剛性追究 對於今次伸出的打擊來說 香港的打擊力度仍然是未夠 未來來說仍然是有機會繼續打壓內房 所以短期來說 我相信內房股仍然是保守著一個調控政策的風險在 股價很難說走高一線 而且見到近期來說 樓宇的銷售都沒有聽到一些消息 見到新樓銷售等等 是做得非常之好 所以短期來說 的確是欠缺一些上升動力 看回恆大地產的技術走勢 見到三個半這些水平都跌穿了 或者看回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可能在之前的低位 說到三個二號這些水平 所以如果要賣的話 我建議可能稿價回落到三個二號這些水平 才開始考慮吸納 好,多謝Wiki王你的電郵 記住有想問的話 可以打電話來直接問我們 電話熱線呼籲多一次 就是204-6566-E-mail address ask-bschannel.com 阿娜說 不如我們跟進回滯市場上的異動股 不如看看近期來說 關於兩戶一些抗爭股份 我想起就是一些新能源的股份 都真是很Hit 亦都見到這個板 都受到一個一定程度的追捧 但是今天全部都好像有回徒在這裡 我們跟進先 三八零零零來說 最新股價表現是去到1.9毫半 跌幅方面就接近4% 看712、卡姆丹克方面 亦都是跌6.8% 最新報價是1.64 陽光能源 密跌幅方面接近4% 跌2仙 報4.9毫 保理協音剛剛都提及過 暫時跌8仙 去到1.96 而輕易太陽能方面 就下跌超過4% 跌4毫 最新報價是7.65 不如跟Anno討論 就是一些這個板的消息 其實大家都說到兩會就完結了 之前都不斷憧憬 但有些政策就是扶持這個行業 但有甚麼因素 令它們全部都跌下來 其實整個板塊 由昨天開始 已經看到有個明顯的跌勢跡著 提及到最主要 始終是昨天有內地一些媒體傳出的消息 就是內地中央 未來可能對於相關太陽能補貼等等的力度 有機會減少 其實傳出來也是最主要補貼減少 在下游方面的補貼可能會減少 其實最大的分別 其實以前太陽能發電 每次一個太陽能電廠 只要一發電 將上網向電網提出電量的時候 就會提出一個補貼 今次其實最大的分別就是下游方面 未來來說 一些餘電 即是供應過剩的電力 未來未來就不會得到補貼 這方面都是影響整個產業鏈的影響 但是短線來說 我相信受到政策的風險 整個太陽能板塊有機會下挫 但是今次的措施 其實長線來說 我覺得未必說真的太差 第一 相關的政策 能夠減低企業依賴政府補貼的行為 長遠來說 可以令到企業有個健康的法治 另外今次的發展 政策減少補貼 都有助去淘汰一些比較細型的太陽能公司 所以長線來說仍然是看好 但是短期來說 無論是輕易太陽能 保利協欣或是耕耗等等 上游業務或下游業務都是的 我想短期來說都會有個沽壓的壓力 短期來說暫時不要占責 好 麻煩你 或者稍後再跟進這個版法的消息 現在有家庭觀眾正在等 在電話旁邊 這一位家庭觀眾 你好 這位姓王 你好 你好 兩位好 如果生命那隻是751 如果是5命令兩次馬 要不需要現在搜尋 還是會定到一隻馬 麻煩你 你的馬格非常漂亮 恭喜王小姐 這隻有課了 751最新股價表現去到5.48元 亦都創了52週的新高 高位勁過5.77元 有些消息 說到他們就疑分拆 他們其下一些業務去上市 那怎樣分析呢 Ano這隻股份 我猜看751 今天都藉著分拆這個消息 一度炒高了上來 但是看到整星動力是不足的 最主要始終都說到 今次分拆出來的疫症 沒有組業務 始終第一 衝勁不是太大 第二 相關業務對公司來說 未必有個幫助 公司亦都沒有集資需求 分拆業務對公司實質有個幫助 不是太大 唯一的看好一點 分拆完這個業務出來 創外數碼 可以充分地發揮 本身在電視機上的業務 那個價值 其實論基本因素 751我自己都略為看好一點 因為近這兩個月的銷售數據 都在反映著 創外數碼自己本身的平均售價 都有個很明顯提升的跡象 始終都在反映著 市場開始轉換一些高端電視 例如3D電視 智能電視 LED電視等等 所以未來來說 我相信集團的毛利率 能夠進一步擴張 盈利增長的空間是大的 但是你看到股價技術走勢 今天都好像在高位 出現一個射擊之聲的形態 其實技術走勢 就略為偏淡 我建議暫時來說 可以將5.4毫這個位 做止讚位 只要不跌穿5.4毫 繼續中線持有 我覺得目標價 是有條件示範6萬這些水平 好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 還想問 對不起 聽不清楚 你是不是現在還想 開啡整天 我覺得如果不跌穿5.4毫這些水平 仍然可以繼續持有 但是始終說5.2毫這些位置買 都算是較高的水平 如果真的跌穿5.4毫 可以考慮先一指一指賺 因為這個都是10天線的水平 如果跌穿10天線 可以考慮先在低位再去買 但是一日未跌穿10天線 5.4毫這些水平 我建議繼續持有 中線的基本因素良好 中線來說 我覺得目標是有條件 看回6.5甚至更高的水平 好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名下那隻是1988 幾次去買 1988民生銀行 是嗎 沒有貨 沒有貨 10.94現格 暫時來說升1.3% 民行方面 這隻又如何分析 我想民行始終都在說 雖然世銀的銀行 的確是說內地的經濟轉好 甚至說有機會傳出 內地在泰泉比率上限 限款有機會放鬆 對民生銀行 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正面作用 但是股價累積升幅 真的非常誇張 雖然股值上仍然吸引 但是短期來說 我不是太建議買入住的 因為我們看股價的技術 走勢 近期來說是賠回10-11 左右這些水平 我覺得你只要 暫時來說 我想股價很大機會 賠回在這個區間 所以要買的話 我建議股價回落到10-11 才買入 目標暫時上升11元 在橫行區間上 我都建議以低買高估的策略為主 所以現段我不是建議馬上去買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沒有了 謝謝 謝謝 我們剛才聽電話之前 都跟Anno談及潔淨能源的股份 剛剛跟進了太陽能方面的情況 不如看看另外幾隻 我們不斷分析到 就是一些風電發電股方面 916能源電力 今天來說這隻跌勢 挺急劇 可以一起跟進 最新股價表現是跌5.5% 佈在6.52 另外大唐新能源來說 跌超過6% 1號指拉布1.51 橫行新能源方面也跌超過6% 金鋒科技跌超過3% 另外高速傳動方面也要跌超過3% 最新報價是3.62 這個版塊今天來說 可以說是重災區 有什麼因素令到有這樣的情況 我想始終都是一個連鎖反應 始終太陽能也有消息傳道 補貼力度有機會減低 風電這個行業始終都是 過分依賴中央的政策扶設 之前就始終見到有一些政策 講到去支持風電 包括去擴大電網等等的政策 是令到它正機炒上來的 但是市場都見到 特別在兩會上面 都沒有一些重大的政策 去扶持相關風電等等的發展 我相信都有個借勢回調的跡象 在這裡 風電整個行業 其實基本因素我自己向好的 因為始終之前 中央都有個提及到 未來會擴大或者加強電網的發展 始終整個風電行業 之前2012年表現得比較差 最主要是整個電網阻塞的問題 電網不能夠成功地擴大 令到很多風機、風電機等等的利用效率 處於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講到很多風機的利用率 大約七成左右 但是近期來說 好像農園電力為例 看到它的風機的利用率 都大大提升了 這方面在公司的成本控制上 是有個很正面的幫助 所以論基本因素 風電行業 我自己看好 但是你看到第一 近期來說 兩匯真的未有一些重大政策出台 整個板塊是欠缺炒作的藉口 第二 始終都在擔心 未來會不會風電行業一樣 希望那些企業 減低政府補貼的依賴 如果是的話 都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短期來說 回調壓力的確比較大 農園電力自己看回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50天線6.5這些水平 如果真的跌積6.5 有貨的投資者 都考慮可以先行自己指示離場 可以後悔一些低位 再去做一個中線吸納的部署 好 我都見到 水信方面有份報告 首先發育了研究報告 將農園電力編道916 目標價由6.1上調到7.08 亦都將它的投資評級 由優於大市降至中性 另外剛剛提及的大唐新能源 投資評級由優於大市降至中性 目標價方面由1.97 就下調到1.72 大行方面分別都下調了兩家股份的評級 為甚麼 因為認為兩隻股份的股價 近來都排行大市 已經反映了營運時速的情況 已經明顯改善了 以及認為認證減排分別就是CRE 這個價格就復甦 先問Anno 剛剛你也提及了 就是農園電力的部署策略 你又怎樣看這份報告的內容 我想始終新能源整個板塊都是 無論風電太陽能都是 始終過往這兩幾個月 有個明顯跑贏大市的跡象 我想始終都是市場憧憬 兩會來後 新能源是有一些政策扶持 的確是 新能源在整個實驗規劃 都是一個比較重要的環節 始終可以發展到新能源 可以成功地令到內地的能源結構 做到一個減排的效果 但是你看到兩會 第一 就真的未見到一些新的政策 去扶持新能源 第二 始終累積升幅真的太多 短期來說 都有個回調的壓力在 但是短線來說 整個新能源的板塊 的確我不是太建議立刻去尖守著 但是如果再跌多些 我覺得仍然是一個中線構立的量機 新能源 無論太陽 風電 我相信未來發展的步伐有機會加快 所以在後四港我覺得 仍然可以繼續看好 好 謝謝Anno 這節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Anno和我們詳盡分析 做回申報 剛剛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謝謝你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另一位分析員和主持人 跟大家聊天 下一個環節就是每週一股 另一位分析員 跟大家推介一隻股份 會提供部署策略 記得留意收看 不要走開